教育部112年评选全国阅读机优结果日前出炉 台中横扫17项奖项 包含了获奖率、获奖数 蝉联全国第一 其中共有五所学校获得了阅读磐石学校奖 七位国中小教师荣获阅读推手个人奖 五个团体获得了阅读推手团体奖 成绩相当亮眼 上课终身一响 学生在阅读教室翻阅书籍 这里是历人国中的时空书斋 教育部日前评选全国阅读机优学校和团体 及个人奖结果出炉 台中一举拿到17个奖项 包含获奖率和获奖数 再度参联全国第一 我们在去年也是获得全国第一 那今年我们总共有五个学校 获得阅读磐石学校奖 那有七位国中小的老师 获得阅读推手个人奖 有五个团体获得阅读推手的团体奖 那在这边要特别恭喜 也感谢所有的获奖者 长期在我们阅读推动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付出跟努力 那这几年我们也建置完成96所学校 有社区共读站 那我们在特色活动的部分 我们台中市有两项 那这两项我们有一个线上阅读的认证系统 那这个认证系统 我们总共已经到目前推动第16年 我们在线上总共有三万七千册的图书是可以认证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五千多位的同学 已经获得最高等级的认证 为了推广阅读 教育局透过职汉量的提升 增加校园的阅读能量 包含全国首创的辅导团 聘请专家学者及校长担任辅导团员 带领教师们规划阅读课程 设计评量活动 另外也从107学年度到110年学年度 补助博中小贡一亿四千万 采购图书增加馆长量 并设置博中小图书馆 阅读推动教师159位 规划阅读活动 提供相关资讯给师生等等 我们立人国中的阅读是希望孩子 在现在数位时代里 能够得到更多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这个命题是叫做 星光三阅购 立中好事多 所谓的星光就是透过三种阅读 的轴向 然后让他心中的这个光能够打开 那哪三种呢 就是第一个是超越 那第二个呢叫翻越 那第三个呢就是跨越 透过市府和学校的吸手合作 让阅读深入校园中 从小扎根 提升孩子们的相关能力与素养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